那我先請教一下 賴醫師 臺灣有耳鳴的人有多少 有耳鳴的病人 一般來講 世界上統計 大概都在十分之一 就是有這個經驗 那困擾的大概佔五Percent 就是這些 那也不得了 不得了 對 五Percent的意思 就是臺灣兩千三百萬人 也有一百一十五萬人 對對 是持續性的 不然初總會弄暢笑 對對對 真的 所以這個真的是非常值得來討論 那這個最近有一個案例 他五十七歲 中年的男性 他平時喜歡用耳朵 用手挖耳朵 但是耳朵就花霉了 然後他出現了耳鳴 先請素卿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最主要跟大家講說 有時候耳鳴的成因真的白白腫 你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像這個五十七歲的先生 就是他有一個習慣就是 他喜歡用手指直接掏耳朵 我那邊掏我不是棉花棒嗎 或者是挖耳棒嗎 他都用手指直接掏 覺得這樣很直接 可是有一陣子他就開始覺得 怎麼會有點濕濕的癢癢的這樣子 然後開始就覺得沾邊耳中 會那種悶悶脹脹的 直到這樣子才去看醫生 醫生就說你耳朵裡面 裡面就是成功了 就是那個黴菌感染就發霉了 所以裡面有一些發炎感染 可是討厭的是他治好了 就感染控制 可是這個時候開始 他耳朵就常常聽到那種 嘰嘰嘰嘰 這種聲音 就一直不斷困擾著他 他一開始也去看了 想說我不是感染已經好 怎麼還聽到了 但是因為持續聽到 他甚至都還去找中醫治療 反正處理得很久 然後醫生還說這是耳朵 因為中醫有所謂的鞋 蜂鞋或鞋 那這些鞋持續還在耳朵裡面 所以才會有這種聲音 反正調理得非常久 才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這也就是一般人 好像面對耳朵最討厭的事情 有時候不知道他什麼時候 才會不見 因為剛才賴斯講說有困擾 就是每個人 可能都有耳朵的經濟 偶爾突然間睡到一半 莫名其妙就覺得耳朵有那種 電流聲音 然後開始出現 可是那偶一為之沒差 可是最討厭就是一直存在 這種問題 就是很煩 甚至會優越 肅清喜歡挖耳朵嗎 我喜歡 我覺得 挖耳朵有什麼好 挖耳朵是一種很奇特的 過癮的事情 然後我喜歡用耳窩子 我不喜歡用棉花瓣 我喜歡用 棉花瓣不夠熱 對 然後耳窩子 對 重點是耳窩子 就是掏出來之後 都還要檢視成果 人很快啦 就要覺得挖很多好開心 有很多 所以很有成就感 對 就覺得挖得很開心 那是你的福氣 我沒辦法挖耳朵 真的嗎 因為我會是 裡面是溼的 對 沒有乾的 挖不出你那個一粒一粒的成就感 就沒有成就感 不知道我多羨慕你 我有個朋友很好笑 挖出來像蛋糕的樣子 像牛油 我有個朋友很 他也是 但是他是用那種棉花瓣 為什麼我說我覺得喜歡用耳瓦 因為他用棉花瓣挖挖一陣子之後 他覺得他有一邊耳朵 開始出現那種悶悶的 然後聽出來聲音就很怪 他那個時候擔心說 他們是不是因為壓力太大 單耳就耳聾 因為周邊有幾個人 真的因為壓力大的時候 突發現了單耳聾 他想說完蛋了 我是不是聽不見 因為我越來越聽的聲音 越不清楚 還擔心說那是不是什麼耳鼻咽癌 或什麼影響 結果去趕快去看耳鼻科醫生 耳鼻科醫生就用那個鏡子 他們會不會等一照 他說 嗚嗚 然後聽到嗚嗚就很緊張 後來沒有 他說好大的耳食 他就是因為一直弄棉花瓣挖 可能把那個東西往裡面戳 所以裡面形成一個很大的 那個塞在裡面 所以導致大到一個地步 就變成他又覺得會有那種不平衡 甚至不舒服 耳朵悶 挖出來有多大 他沒有跟我說多大 但他就說 像榮眼桿 很大 很大 如果你說這個真的 我們小孩有一次 小時候第一次幫他挖兒屎 大概小學一年級吧 也沒有幫他挖過 然後就看他兒屎很多幫他挖 挖完之後你知道他說什麼 他說 他跟我們兩個爸媽講 你們兩個怎麼講話那麼大聲 也就是說他 我的孩子被塞住 你知道嗎 真的嗎 我說沒有 我們講話一樣 他才聽清楚 我們的聲音 挖之前二十公斤 挖的時候剩十九 挖了一公斤 我兒子 特哥喜歡挖耳朵嗎 我喜歡 而且我會固定去給人家採耳 採耳 對 他就是會弄一個東西 像那個那個孔雀的那個羽毛 然後在你的耳朵這樣 滑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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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很舒服 你那個是性游戲嗎 對啊 剛正然這敏感帶的 我覺得這很像某種什麼玉語當中的一套吧 沒有 他真的是會先用這個 然後在你的耳朵這樣騷騷騷 接下來他就會用那個挖耳朵的進去幫你掏 然後還會放音樂給你 他是先掃 為什麼你的柴耳有羽毛 對啊 沒有 他就是最後會有一種那種 儀式 就儀式感嘛 他就可能要放鬆你的心情 因為 跟我的柴耳不太一樣 我覺得一般一般鳥耳都 鳥鳥就問說先生要佳節嗎 什麼 就是 一隻是整個多久 對啊 你們都沒有 就是他這是 我覺得是讓你放鬆 我們沒有人用羽毛 給我們用羽毛 是讓你放鬆你的那個心情 這樣在弄你的時候 你的表情是什麼 就是 是不是 閉著眼睛享受 閉著眼睛享受一下這樣 OK 好 這個今天邀請到賴醫師 賴醫師 你自己的蚵蚵行嗎 我通常是勸病人 不要自己去挖耳朵 因為耳屎其實有自己排泄的能力 他自己會造出來 他有輸送帶 我們在耳末上打一個末汁 大概一個禮拜以後 那個末汁就到耳道這邊來 他有一個輸送帶 如果你常常去摳他 這個輸送帶會卡住 從而會 我們叫做耳垢栓塞 所以不好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剛才各位在講一個重點 就是其實耳朵的皮膚是全身僅次於性器官 最敏感的地方 所以我小時候都跟我女兒講 你不要跟男生在你旁邊 跟你講悄悄話 你會整個比較明 以前講吹耳邊風 對 一吹 你就轉眼睛了 真的喔 第二個 這樣又學到了 對 那第三個 我來解釋一下 為什麼非常多人說他黴菌 然後所以他就耳鳴 其實他應該是這樣 其實如果是耳朵所產生的 像耳屎塞住 黴菌 其實把他治療完 耳鳴就好了 像耳屎很多病人拿掉他就好了 外耳炎痛就好了 像耳末破掉的中耳炎 我們開了大概快上萬個的病人 其實不太耳鳴 純粹耳朵受傷的 就是我是周邊受傷 我是那個那個馬祖 那個鎮南宮的那個頂頭 電炮爆掉 哇 高頻掉下來 耳朵受傷的耳鳴 其實很簡單 周邊受傷的大概三個月 那個耳鳴就關掉了 兩個月 所以不會好的 難治的 都不是耳朵來的 耳朵來的耳鳴 基本上是簡單的 大部分我們現在在講 不會好的就是腦鳴 就是我在這個書裡面 再提一個概念 耳鳴 就是我的部位是從耳朵受傷來的 像耳屎塞住 中耳炎 這個不是問題 這個大腦自己會把它關掉 好不了的都是從大腦來的 大腦一直發炎 一直釋放的 我們叫做高敏感的大腦 就是我第二本書講的 過敏的大腦 這類的病人 他就是耳鳴的大中 叫原化性耳鳴 那這些病人 他其實臨床上常常表現什麼 他不是用耳鳴來表現 他用耳朵痛 用耳朵悶 一直仰 一直抓 然後他抓完就是很舒服 所以這些病人 他喜歡去做柴耳 這樣take是合理的 他的大腦壓力太大的時候 他有時候不用耳鳴釋放 他會用癢來釋放 所以你在耳朵這個地方 不管你是做什麼樣的步驟 他可以做到很好的釋放 像有些病人去做刮沙 按摩 他就覺得整個腦瘋都很清爽 所以基本上這些不會好的腦鳴 就是高敏感大腦 已經超載了 他需要釋放的一條路 那釋放的路呢 有時候用頭痛 有時候用暈眩 有時候用耳鳴 不過剛剛賴醫師說 那個耳屎會自動排出 我可以印證一點 像我雖然不能掏耳朵 我也常常親耳屎 我在耳機上親 對 他會黏到 他會跑到耳機上去 所以我的有線耳機 要常常拿下來把它親 所以可見他是會自己排出來的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